画面中的小伙子名叫唐根根 由于先天肢体二级残疾 四肢无力 28岁的她身高只有1.4米 虽然身材矮小 但当起阳关来 她一点也不含糊 凭借科学养殖 唐根根成为湖北省孝感市 孝昌县自主脱贫典型 目前 她成立了根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无常为村中贫困户提供养羊技术支持 并给他们提供怀孕母羊 因为感同身受嘛 养殖户 很多都是村里的五六十岁的那个老人 她就是跟我们金黄相遇 然后我觉得可以就是跟他们 带走他们养养来支付 现在我觉得后果不忧 全都给我包了 你说即便入房 诊治 包括售后 销售她就给我包了 我现在就让我一门心思 我就把养养好 四年前 唐根根并没有现在这样乐观开朗 一度消沉失落 父亲长年生病 只有母亲一人养养撑起家庭开销 唐根根原本计划大学毕业后 找到工作 帮母亲分担家庭重担 没想到一分分简历投出去 最终都因为身体原因石沉大海 只能回到农村家中 一开始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就是自己学的知识也没什么用 然后整天就是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有的废物一样 就在此时 扶贫工作队对口帮扶干部 了解唐根根家情况后 通过不断走访给唐根根带来了信心 那个扶贫队的 他就耐心地开导我 一开始我 我是就是并不怎么待见他们 后来他就每一次次来 他不是一次来的 他很多次来就慢慢地就向我介绍我亲的 我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是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的 就让我进行自学 于是 扶根根接手了家里的羊群 成了一名羊官 他开始上网搜资料 参加扶贫工作队联络的培训班 从头学习科学养羊的法子 我就想着听到他 就想到他那句话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 学习知识 来让他们就是活下来 就自己慢慢地开始上网查资料 亲戚也给我带了很多的那个养殖的树 几年下来 家里原本的40多只羊变成了600多只 年收入也达到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一只母羊可以产三只高的 就这样 然后番茄速度很快 然后现在的话 年收入大概是12万元 今年的话可能会更多 2019年 唐根根入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 当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唐根根表示 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做新时代的阳观 一步一个脚印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现在的话 觉得自己 能够通过自身的一个学习的知识 来改变自己的一个状况 命运 就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知识 还是可以改变命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